清晨急凍一度低温 玉山国家公园成了冰雪世界 塔塔家园区绿色直披结霜 就像撒上白色糖粉 雨水沿着岩壁边波往下流动 形成大自然的冰棒 水滴在沿着冰柱往地面滴 又再变成冰珠 奇迹难得一见 平安夜寒流发威 清晨最低温在苗栗只有4.3度 长发辣妹从荷花山屋岭拍照露出眉腿 冷到狂发抖 看看别人后外套毛帽围巾全身包紧镜 太冷了 光衣服就穿了指尖 何幻山屋岭一早8点多低温一度 但游客想在耶诞节看到雪 机会不大都说有点失望 本来是想追雪啦 雪链都租了 但是没有应该派不上用场了 然后很失望 今天水气不够 何幻山水气不足 阳光明媚出大景 沿路车流顺畅 停车场也只有三尘慢 高山没下雪 游客虽然二晚 但平地游乐园打造浓浓的椰蛋气息 四层楼高的银白椰蛋树 夜晚绚烂点灯 白天还有雪花纷飞的飘雪情景 甚至安排椰蛋老公公 都跟游客头框拍照 让人直呼惊喜 就像置身北欧 记者动物消息 我李云杰南投报道